亲证的人不要到医学中心来看 台湾本土病例暴增 各医院的医疗量能吃紧 多家医院有病患住院后被确诊 照顾的医护也遭到匡列隔离 身为台大感染科医师的张尚淳 在指挥中心记者会透露 台大医院目前收治超过百名确诊病人 医护工作负担大 确诊个人基本上都是在急诊 到我们急诊处去就诊 或是要求筛检 那筛检阳性以后就收治了 那所以现在台大收治了 有超过一百位以上的确诊个案 那当然造成医护人员 也工作上很多的一些增加的一些负担 如果是确定是轻症的 我们可以要求他移出 医学中心的量能很珍贵 为了疏解医学中心压力 基层的耳鼻喉科诊所 有320位医师自愿投入社区筛检 建议轻症患者先到社区检验 一方面也避免到医疗院所里面 造成的一个感染的可能性 那第二个也可以大幅 减低了各个医院的急诊室的一个压力 而病医师长期就照顾 我们呼吸道的一个患者 所以在这方面可以说是有相当的专业性 呼吁如果说有一些比较轻症的 可以到我们的社区筛检站 但陈时中表示 不论是PCR还是快筛 都有可能有伪阴性 以及伪阳性问题 尤其快筛不准确度范围广 提醒筛检阴性的人要注意 阴性并不代表说你没有染疫 检查阴性之后出现症状 都要以为那就一定是其他的原因 很有可能是因为COVID-19原来验不出来 而后来在潜伏期完了 那他就症状出来了 所以一定要跟卫生单位来联络 那就只是就医或裁检 也有媒体询问 有医护发表文章 在户外为病人插管急救真实上演 指挥中心是否有掌握 对此陈时中回应 医院急诊的确被许多忧虑民众挤满 等待裁检 这名医师描述的情况 是因为室内太拥挤 所以选择通风良好地方插管 对其他病患也比较安全 新唐人亚特电视 林玉堂黄言林 台湾台北报道